她是一位足迹专家 简单测量就能心中有数 一枚脚印就能锁定真凶 她就是董燕真 李昌玉眼中的女版福尔摩斯 十六岁一战成名 七天四起命案 看如何让足迹开口说话 一身祖传绝技 一共最强大脑 有请本期主角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您好 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我叫董燕真 我来自金陵省松原市公安局 您教一分局市政大队 我的工作是研究足迹破案 您说这足迹破案 我跟您请教一下 到底是干什么的 就是利用脚印 现场一般都会留下足迹 通过这个足迹找到犯罪嫌疑人 那判测脚印的时候 您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吗 还是说就凭眼睛就可以 工具就一把尺子 因为一只饼一个本就可以 就是您现在比如今天站在这就能行使您的这个破案能力吗 可以啊 我们仨就是三个犯罪嫌疑人 好呀 一个女贼带了男贼 对 然后我们这样为了那个确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在 董老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们准备一个眼罩 然后先把您的眼睛蒙上 然后我们三个人走 可以 然后最终叫您来判断 可以吗 可以 你知道我为警官戴眼罩 真的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可以吗 可以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董警官麻烦您战身过来 然后可以摘掉眼罩了 不好意思啊 让您蒙了这么久 主要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前面 我从里都是花 然后接下来要请董警官根据留下的这三排足迹来判定一下 哪一行的足迹是马丁老师留下的 然后我不知道董警官在接下来的判断里面需要我们哪些配合 没关系您都可以尽管吩咐 我第一次在演播室现场看这个勘察案件现场 很刺激啊 我是觉得现实我们有点为难的情况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不一定是最难的起码能排名前十的一次测试 老师 老师 老师